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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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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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彻底伤害了这个女人 夺走了她的希望 摧毁了她的信念 我好想跟她说我真的爱你 可我已经彻底失去了她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Zither Harp 着重阐述这几大块内容 我相信对NPC公司 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 越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越应该保持高调 否则只会让对方觉得 我们非常的虚弱 这就是为什么陈总 坚持不拿核心机密的原因 我做个补充吗 我们已经跟管理机构 申请了复牌 金城书泄密 原因已经查清 所以估计用不了太长时间 只要负了牌 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在这里 我给诸位董事也吃颗定心满 如果借时NPC公司 再提出不信任案 我会主动拿出我们的核心项目 跟他们进行解释 作为企业经营者来说 我不愿意走到这一步 因为这毕竟是个下下策 可余政龙 一直在山阴峰点鬼火 我还是很担心的 可现在资量家底 我们就再也没有后手了 好 我同意陈总的策略 先撑到公司副牌再说吧 很好 下面有些人事上的安排 我宣布一下 原市场部经理林刚 对不起 陈总 我请求 在您宣布我的人事任命之前 允许我公布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说 各位 我想说的是 公司对靳城书 泄密事件的调查结果 是错误的 切取靳城书的那家贼 不是英勇 而是 徐征 林经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这儿有一段录音 大家可以听一下 NBC那边 我们点了几把话 NBC所有话 华雅都停牌了 NBC什么态度 应该比我轻 我就是想知道 城外里的什么火火 已经松口了 他还是想抓住NBC这个 听名造草 你说要拿那张银行卡 去读隐龙的嘴 结果给了阿南是不是 眼线真多呀 这段录音 充分证明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猜想 徐征敬桓亚 其实是为了他那个余叔叔余正名 他的目的 就是窃取桓亚资料的核心机密 但有一点我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我桓亚董事会员来的秘书 游历居然也参与其中 二十六号晚上 是徐征对监制器的县主 做了手脚 然后他成功地潜入了总裁办公室 偷取并复印了金城书 说实话 我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 他是怎么得到 保险归的安全密码的 1989 0809 但我在这儿 我想斗胆地做一个猜测 凭他和陈总的私人关系 那么要好 我想他只要用心 应该是可以制造机会 把密码套取出来的 还有 包括那天 在影龙办公室抽屉里 找到的门禁卡录线图 也都是你放进去的吧 栽赃陷害 许章 这都是你看的 大家看到了吧 我说了这么多 他却一句话都不说 怎么了 你可以解释啊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愿意听你解释 为什么哑哭无言呢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 我所说的这一切 全都是事实 不是我说的 他偷的 这人不是他偷的 他陷害我 我看见他偷的 我有个疑问啊 从上一次 隐龙被揪出来以后 我就有这个疑问 这个监视器除了行政区的以外 其他的都没有被动过手脚 如果进出大门 应该会留下影像的吧 马主任问得好 我来解释一下 隐龙呢 的确有偷卖公司情报的行为 所以 他现在落这么下场 一点都不冤 活该 但是有一点 我需要补充一下 隐龙的幕后老板 他的雇主 恰巧也正是预政的 我没有自主 当然 尹龙比起他这个小师弟徐征 要差得很多 不够上路 所以很快就被抛弃了 尹龙进出行政区的办法就是 躲在洗手间打埋伏 但我们徐征呢 很显然就高端了很多 他找到了一条很巧妙的路线 这个路线我模拟过 我也走过 他会通过楼梯间 走到地下停车场 再通过一个拐口 会到了一个快掉的卷闸门前 这个门是半开的 很多什么厨房的员工啊 保洁啊 保安啊 经常在这儿输出进进 这个徐征呢 那天晚上就是通过这儿 进出的公司 还有一点很重要 徐征很聪明 他找这个路线 刚刚好可以避开所有的摄像头 可是 徐征那天晚上 在跟新加坡的林先生在一起啊 这是个假象 徐徐当晚的刑切时间 应该是在八点十三分 到二十八分之间 刚好十五分钟 而他和林先生到了饭店大堂 应该是九点 而且我有证据可以证明 徐征当晚是从公司去的饭店大堂 还有一点 是徐征千算万算没有算出来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印象 在公司的隔壁 有一家小超市 徐征 他还没想到 在那超市的门廊上 居然也安有一波摄像头 而且这波摄像头 刚好覆盖到 他那天晚上进出公司的小门 徐征 我说完了 徐征 林经理说的是事实吗 请你必须回答 徐征 这些都是我让徐征这么做的 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具体原因 现在还不能公开 希望大家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保密 就当没发生过 散会 陈叔是在帮我掩盖 但正因为这样 我再也无法跟他说出真相了 我彻底被击败了 这消息可靠吗 地球人都知道 那怎么办 我怀疑 现在就是陈万里 被迫拿出的顶峰计划 徐征也没机会下手了 林刚 我杀他的心都有 伍北 爸爸跟徐征谈点事 你回避一下 爸 山山 把门关下来 你怎么跟我解释 对不起 回来这一路我都在想 这到底为什么 我想到了一些原因 但很快强迫自己打动 我不愿意 也不敢往下想 早晚给您一个交代 陈叔 别叫我陈叔 一片混乱 一片混乱你知道吗 在异性的问题上你搅和不清 现在又出这种事 你到底想干什么 本来不应该这样的 我本来很快就应该能翻身的 什么翻身 什么不该这样 我真的没法跟您说 他林刚把我逼死角里了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行 我现在心里 瓦凉瓦凉的 你知道吗 我从今很坦诚地给你选择 你又回还亚的时候 我也起过疑心 可是我很快又为自己的疑心感到自责 我认为从小看着你长大 跟你的感情是真实的 和于正龙 能利用你一时 利用不了你的一生 我没想到 你口口声声说跟我一个阵营 却一直在欺骗我 陈叔 你听我解释您别这样 闭嘴 我不想听你说 真没想到 事情会是这个样子 林刚 干得不错 于公于私 我都应该这么做 老陈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都是他安排的 什么意思啊 陈总明显是想把这件事情要压下去 要不给他打个电话 怎么打 说什么 看不出他一直在屁护虚争啊 否则的话 干嘛在会上不解释清楚呢 或许真有什么隐情呢 隐情 什么样的隐情 能让他安排人去坚守自盗呢 于众给了你什么 让你这么对我 我很寒心 我觉得自己很失败 你爸回来 我怎么面对他 说实在的 我有重男轻女的老思想 经常羡慕你爸有个儿子 把你留在环亚 我也有不少私心 就想把你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我经常跟你爸开玩笑 让他把你过激给我 他说我是想篡权 陈叔 别说了 我相信 你有你的理由 你可以不告诉我 我也不想猜测 但是你让我 怎么跟你爸交代 会场上这么多人 这件事情一定会传出去 可无论怎样 我们提交的 关于晋程书泄密事件的调查结果 肯定是有问题的 连交所一旦发现这一点 我们就更解释不清了 是啊 本来就有人质疑我们操纵骨架 所以啊 这件事情 必须得彻彻底底地查清楚 什么原因 究竟谁在幕后操纵 公司还有谁设计其中的 徐征现在是不是和陈总在一起 多半是在一起 这是个问题 徐征很聪明 陈总呢 对他有感情深厚 我是担心 一旦他花言巧语 陈总会不会受蒙蔽 再给我点时间 那你告诉我 给你点时间 你要做什么 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 现在全乱了 滚灰发过去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董事会那边 我摆平 给徐征买一张去法国的机票 越快越好 你 上楼带着去 从现在开始 一步也不许离开 听见没有 如果陈总出面阻挡 我们会很难办 这件事他必须回避 林刚 你的任命还没有宣布 这样 从明天起 你去企业安全部 职位是董事局 安全委员会主任 全权负责 晋程书泄密事件的调查工作 一旦调查清楚 把徐征移交司法机关 好 但我要去公司 给我出具正式的任命函 你放心 明天一大早 人事部一定会收到 董事会特批的任命函 马主任 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 挺好的 你这无间道玩得也太不靠谱了 居然被一个小小经理给骗了 去 我没说错 你肯定跟刘德华一样 卧底过程中 痛苦地挣扎在任务和情感的之中 于是理智崩溃了 落下了吧 我说你贫不贫 你就不恨我了 事情都发生了 恨你有什么用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说出来听听 说呀 别去 省着讨话 现在 能有人跟你说话就不错了 臭美 不过 你挺伤我爸心的 刚才我在楼下 看得可难过了 其实我挺理解你 谁让你背景那么复杂呢 我爸说了 这不是你的错 是你命不好 被加在上一代的恩怨之中 好了 不说了 这个是我爸让我给你收拾的生活用品 到了那边以后再去买其他的吧 机票到了 你就走 珊珊 有好多事情我没法告诉你 但如果我真的离开的话 有很多事情将会无法估量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我真的不能走 你唧哩咕嚕说什么呀 你听不懂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跟姐姐姐好 是不是也是假的呀 说呀 一开始是 可后来 发现我真的爱上她 可以走了吗 爸 我也想去 你去干嘛 他去了法国见不到他了 走吧 挺重的呢 任志伟 其实 可以说衣服你不红穿 是吗 但我觉得这套制服挺好的 我很喜欢 警主任 我查到了西生订了张 去法国的机票 时间是十点四十七分 大家不查 我们走 我现在居然把珊珊当作救命稻草 我知道这很荒唐 但我更明白我绝不能离开这里 否则 我将丧失一切 小白 你去换机票 小白 你去换机票 好 我去吧 没事 我去 不用 哎呀 怎么了 珊珊 心脏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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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脏疼 拍我回去 头后的心脏怎么又疼了 上次就疼了 你都不重视 这次更严重了 是吗 小白 送他上医院 来 你让他陪徐政敏 你怎么不能陪我去医院呢 我要陪大侄子亲自上飞机 你都不重视我 走吧 小白 送医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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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叔 这个 拿着 我给你 珊珊只会演些无厘头的戏 你找错帮手 我没找到 那你的人缘不错 有那么多志愿者 你必须离开 你知道吗 要不然谁也救不了你 行了 没那么多人了 换机票去 你等等我去个厕所 正好 我也想不去 走吧 行了 别动什么歪脑筋了 我把你送上飞机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陈叔 你帮我拿一下 陈叔 陈叔 跑了 追 我是你的执行亲属 我是你爸爸 有些事你给我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公司出的新药 你先吃一个疗传看看效果 你跟我说说 你跟我说说 那神经病 那神经病跟徐征到底什么关系 那是他的事跟咱们没关系 那是他的事跟咱们没关系 咱们没关系呢 咱们没关系呢 小杰 你跟爸说说好好说说我的心里好踏实啊 小杰 我都跟你说了 现在已经没事了解决了 我跟徐征 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明白了吗 阿姨啊 这你还不明白呀 这真是男的找了个二房 女的不干了 这种事啊 我当护工的时候见得多了 徐征 徐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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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的正是时候 你干啥 那神经病跟你什么关系 别等我再跟你说 我现在要带他走 带他哪儿去 放手 你干什么 这是我女儿 你们要喝关的你们 干啥 我不要带他 我干啥 你走都不难走 你不疯了 徐徐徐 打你的全世界 把手拿来管你的 是不是很明显 我还会哭了你 别让我走 别让我放这个 我再拿 其他的 其他的 这不是林钢吗 再动 走 走 快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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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得罪监视 沈杰 她是我的 是的 扔的 扔的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没事 你们跑得太快了 太快了 徐忠找去你家要干什么 我都说过了 他是忽然间闯进来的 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沈杰 你要理解我们 我们不是针对你 我知道 他到你家都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正经话 工作时间 你回家干什么 我趁午休时间 给我爸去送两盒药 不行吗 仅此而已 不是 你们行不行 啊 你们没事儿我跟着沈杰干什么 这儿子有什么关系 我们想 想什么想 干点正经事 有准你把徐政府找回来 成天就知道待在办公室里 随便抓的人 就问来问去问来问去 有用吗 我要是效率给了吗 林主任 林主任 别着急 你能不着急吗 有话你说话 你干嘛 你上火啊 就找你工作程序嘛 这种事儿特简单 有一说一 你没事儿了 老连带别人干什么呀 哎呀 你也知道 我们跟沈杰也不是一天两天哪 在心里头都有说 不 你也知道啊 这沈杰啊 在我们公司的位置非常重要 他要是跟徐政有什么瓜葛 这会出问题的 我倒不是说他自身有什么问题 那公司上上下这么多人 那一人吐口吐没都能淹死他 我说这个道理 你明白吧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你知道吗 就是嘛 所以在程序上走一走 问一问 是吧 然后就跟上面表明 这个沈杰对这个进程书泄密的事件 他是一概不知 然后就 说这个他跟徐政有这种亲近关系 在这之前是吧 还就以这个为原因 让公司放他大驾 这件事情 他就整个都规避了这个审查过程 跟他就没关系了吗 我说你打什么关架 停职就停职 放他家 我打什么关架 我这是为你们好 你好好想一想 这人怎么这么一根筋 这个方法是不是 就是让沈爹 避免麻烦的最好的办法 您这样让我很没难呢 竞标过程中最忌讳 招标方和应标方有私人接触 忌讳 我余动龙 只讲究利益 你们怀疑啊 还有个无底洞的 我就是你们的财神 我就是你们的财神爷 天开就要成功 连功插这么一杠子 就这么一杠子 我现在等于把黄雅彻底割了 他要是完蛋 我就等于把陈叔给彻底给害了 我就真撑到罪了 都已经发生了 我说他还有什么用 不知道 行了吧 你知道吗 你是个好人 但是我真的挺凡跟好人做事了 阿兰 你任务结束了 回法国去吧 你别道了 我还要看你怎么拼命呢 你都被黄雅追杀的 躲到法国去了 对于仲龙来说还有什么用 他们还捏着沈杰干嘛 要么老虎板凳辣椒水 撬你爸的嘴 要么干脆也别什么顶风计划了 就趁现在这个局势 直接争死还压 这点你很清楚 所以你逃回来呢 是为了阻止于仲龙瞎祸害 你闹那么一出戏 逼沈杰滚蛋 就是因为只要沈杰不在你身边 你就可以跟于仲龙批命 对不对 阿兰分析的没错 我现在只剩下玩命了 但至少沈杰出去 温刀在里面脖的事情我会喜欢 待着我 不用掐出去 您这么杀到MPC去 有点太歧视白脸了吧 我现在没什么好估计的 可是美国公司非常注重 合作企业的形象 但是我能让他们得到最大利益 现在这个徐贞啊 聘务也排不上来 我也不紧盯这个顶峰计划了 就接下那个舍头 弄死还压吧 说白了啊 我要这个顶峰计划 就是弄死还压 你来干什么 我没想到 你居然成了余政龙的帮凶 多难听啊 轮不上你说话 玉璃 你就这么恨我吗 没错我就是恨你 我就是要搞垮你 我要看到你穷途陌路 这个世界上所有辜负我的人 都不会有好的下场 这是你辜负我的代价 你想报复直接冲我来啊 我不能容忍你跟着别人 这样不是警察问题的半复 你知道吗 这个俗话说啊 有理不在身高 他是这样的啊 看起来他有问题 但他的问题 他也是你的问题 因为你的 滚 你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吗 是不是啊 姐 你要是不开心 就喝点酒吧 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 可是所有人都跟我说 有理 没有你做不成的事情 包括你自己 你说什么 我够狠够酷够赖也够女人 对不对 最近NPC公司对我们态度非常冷淡 我有非常不好的预感 NPC给过我们机会 可我们却正告他们不要超越 招标方的权力范围 这个徐征啊 我恨死他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 是有人在趁火打劫 陈总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刻提交一份 关于晋程书泄密事件最新的调查结果 让联交所 NPC公司 都能清晰地知道事情的经过 我直话直说 就您跟徐征这种特殊的关系 主动把它揪出来 正好可以表明 我们的立场的决心 你知道毕竟是他背叛了你 我有个要求 找着徐征以后 所有的事情私下解决 不要提升到司法成为 这 作为回报 我同意提前公事顶峰计划 好 我会向董事会说明的 还有件事 这期间为了避免一些意愿发生 董事会要求 审街暂时离职 你把我当个男人行不行 当你是男人才趁机展示一下 送餐的吧 来了来了 好 油份 对 刘昌 驰Que 一下小松 我们 我们 我们都有那方面的需要 这跟我没关系 我就说几句话说完就走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非要来这一趟 其实我就是想来看看 我知道他在你这 可是我来的这一路上 我还是希望这不是事实 好了 看到了 我现在心里踏实了 我就是个傻子 所以我什么都不会问 什么也不再想了 但我告诉你徐正 我沈姐没你想的那么善良 我现在 我现在就特别希望看到你遭报应 谢谢我警告你别碰我 李刚 你们怎么 巧合巧合 你们在跟踪我 请问你们是 我们是徐正的同事 他在这吗 不在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他 能和你进去谈的吗 你是警察吗 就算是警察 是不是也得有个搜查令什么的 别告中国跟别地不一样 我没那么老土 如果你执意这样 那么我可以报警 同时我们会守在这里 直到警察来 陈姐 我请你告诉我 徐正到底在不在里边 给金正哥的老冯打电话 不用打了 他不在 我本来 也是要来找他的 陈姐 这是原则性够了 对不起 打了你了 陈姐 对不起 打了你了 走吧 陈主任 得了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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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